好了 那今天的主題是 很多粉絲問我們說 你們在哪裡亞小海 日本或是台灣 因為我們是國際結婚 不是日本 你是台灣 所以小朋友是混學 所以我們可以選就在日本 或是就在台灣亞小海 但是我們是選台灣 你本身也是混學 所以你自己個人的想法是 你覺得在哪邊生活比較開心的話 這個意見也是我們考慮其中的因素 當然舒服的是日本 因為我在日本長大 我的母語也是日本 就是日本比較習慣 但是我的親戚幾乎都在台灣 你也是最方便 所以你最主要考慮的因素是方便 因為在日本的話 只有我們兩個人而已 如果遇到一些困難 不方便 沒有人可以幫我們 對 不能請親戚幫忙 所以只有親戚這個原因 環境沒有差別嗎 親戚的部分是很大的 不過我也是在日本的時候 身邊沒有什麼親戚 國小下課後 自己可能待在家裡 是要死兒童嗎 對對對 就是那個 但是台灣的話至少附近有親戚 他可以去先住阿嬤家 對 我小時候時候就沒什麼親戚 所以週末的時候過年的時候 或是有什麼日子的時候都沒什麼 有一點孤單 對對對 在台灣的話我這邊也有 你那邊也有親戚 所以對小孩來說應該比較好玩 比較過得很開心 這邊我覺得很重要 還有一個原因是 如果我有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你一個人幫上去真的很困擾 真的很困擾 這個部分也考慮進去是吧 但是台灣的話 我至少可以親戚幫忙 應該可以幫我 但是日本的話沒有辦法 我自己是可以處理的 因為我是日本人 在日本是當然可以處理 但是你是台灣人 而且不太會講日文 這個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台灣比較方便 很大的原因是這樣 有些朋友問我說 台灣跟日本那裡的教育比較好 但我們也不能考慮 我在日本長大 但是沒有在台灣上過國中考中 也是啦 應該亞洲的教育是差不多 我們也要去補習班 或是在學校上課 應該是差不多 連國多不多而已 你有想過在台灣 或是在日本養小孩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在日本養小孩的話 它可以 就是周遭的環境對它來說 刺激比較多 因為台北的話 台北就是小小一個嘛 對啊對啊 可是日本的話它 車程可以到的地方 就是很不一樣的 程序一定的地方 對對對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所以對它來說 外來的刺激是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這一點的話 爸爸媽媽很愛出去 出去然後帶他出去玩的話 其實這點也可以做得到 真的 對但是我覺得 小朋友的童年有沒有在很多人的圍繞下長大 是還蠻重要的 就是不論是他有沒有兄弟姐妹 或者是他有沒有表兄弟姐妹 或者是他阿公阿嬤收招的親戚 他有沒有在很多人的環境下長大 我覺得會比較快樂一點 自己一個人長大 真的是說真的是真的有點孤單 對 教育的部分我覺得 台灣日本都不會太差 對 真的沒有很大的差別 有一個部分是日本有專門學校 你們的感覺是科技大學 對高職科技大學 但是我們專門學校 畢業也沒有學歷 就是高中畢業一樣 有些專門學校是可以拿到 短期大學一樣的學歷 就是不一定看學校 畢業大學的人是大概55% 然後台灣是80% 台灣就是有錢就可以畢業的 對 而且台灣的大學很便宜 然後日本的話學費很貴 很多人拿獎學金 然後日本獎學金是貸款 需要換錢 台灣是不一定 對 我以前拿的小學金就不用搬的 然後有些加學金是也有精力 還要加利息就對了 對 加加利息 所以一畢業就有很大的負債 現在的問題是有些年輕人畢業後會破產 真的不能換錢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所以我也是高中畢業而已 你是大學念到一半就沒念 大學的一定學期就沒念 我本來是很想學心理學 然後去看大學的時候 他們的老師跟我說 這裡可以學心理學 然後進去我發現 雖然可以學心理學 但是他們那一科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是要當家庭科的老師 是喔 對 我去問那個時候的教授說 這裡不是故意學心理學嗎 然後他說 那個是推銷的手法 所以其實這裡可以學的內容是很前面 然後最重要的是 赤裔衣服 或是家庭科的內容 差很多耶 對 我也有做卷子 就是我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就離開了 我也跟父母講 現在退學跟年晚四年費用 是差很多 這樣的話我 那個裝成別的學校比較划算 然後就退學 喔 這樣學校是詐欺耶 對啊 真的是被騙的感覺 台灣學會真的很便宜 小朋友想上大學的話可以上 然後現在很多人就 不必要上大學 因為我沒有上大學 所以我很了解應該要上大學 對 不過沒有上 沒有大學學歷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 對 譬如說生理簽證 超麻煩 對 高中畢業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選擇比較少 如果你想要國外上班的話 大學畢業的這個證明是真的蠻有用 然後有些企業也沒有大學畢業的話不能進入 然後有些證照也不能考 不管哪個學校都可以 有畢業證書就好了 真的這個很重要 如果外國人在台灣想上班 辦簽證一定要大學畢業 不然自己要開公司 或是跟台灣人結婚 大學畢業很重要 當然有錢的話可以開公司 然後可以拿到簽證 但是那個是需要很多錢 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對 但是那真的要很努力 對 但是年輕的時候是不太可能自己賺很多錢 也有人是很有才華很賺錢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應該還是沒辦法 這個部分 所以一樣在台灣的話 很容易上大學 也很容易畢業大學 不知道小朋友變不變 也有可能我們的小孩會變 連大學都不能入境 也是啦 也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那個日本的 不知道是國小還是 國中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國小對於那個 在上班的媽媽來說沒有這麼友善 因為什麼家長會什麼的就是 必須要參加 啊 國小嗎 對啊 就是那個必須 最近也可以拒絕 但是不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你拒絕的話 就是在裡面的關係 會稍微沒這麼的好吧 對啊 城市的話應該還可以 但是鄉下的話應該不行 嗯 因為那個社交的部分很密集 對啊 所以就 滿麻煩的 對 台灣沒有吧 我們國小沒有 對 我們國小的家長會 都是那一個年級裡面 最有錢的人 嗯 大概都是這樣啊 捐最多錢那個人的爸爸媽媽是家長會會這樣 高中畢業以後 日本的學校的選擇比較多 大學或是專門學校的選擇比較多 哼哼哼這倒是 嗯 如果我想當什麼志願的話 真的有很多的專門的學校 可是這個部分還有好幾十年了 對 所以我們之後再考慮就好了 對 最關鍵的 學齡錢 還是希望在 有很多人 就是 可以讓他充滿著社交的 能力 是我們覺得比較理想 對 所以選在台灣 如果他哪一天 譬如說國中突然有一天說 爸爸媽媽我想要去日本念高中 嗯 也是可以 我們也是可以讓他去日本念高中 是沒有問題 對 文化上的差別是當然有 只有看教育的話 就學校裡面的環境是沒有差很多 就是家庭環境比較重要 對 因為這個考慮其實還不是只有國家與國家 還有你自己的家庭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的情況來說是這樣 但是不一定是用我們一個人 只是我們的考慮的部分是 家庭的因素還是佔比較大 比教育的部分佔還要大 如果我們的朋友跟我們講 澳洲的教育環境非常好 應該要在澳洲養小孩 但是我們也沒辦法去 對啊 憑什麼去 用什麼簽證去 還有我們在那裡要怎麼生活 對 應該還蠻多人想要問說 就是在日本 在日本的話會有那種混血 然後歧視的問題嗎 會不會被欺負 有有有有 你的年代會吧 會啊 慢慢慢慢 應該現在也是 現在也有 因為小朋友是 很不喜歡跟別人 你如果有什麼不一樣 就很愛欺負你 而且小朋友是沒有欺負的概念 他們覺得奇怪的話 直接會講 但是他們不知道那個是欺負 也是啊 就說你好奇怪 然後笑你 可是他們不覺得是欺負 我到國小的時候一直 大家跟我學 泰國人 因為小朋友沒有台灣 對小朋友來就 泰國跟台灣 念起來很像 那泰的字比較少 那應該我是泰國人 你媽媽是泰國人 然後我媽媽也是 那個時候我不太會講日文 所以你的媽媽講話很奇怪 那她會 就是他們會不跟你玩嗎 還是會玩啊 但是會笑媽媽呢 還有笑我 我們媽媽的時代是很喜歡戴雨 所以媽媽也叫我戴雨的想念啊 或是仇恨 還是大家笑我 那個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因為文化不一樣 對 但是小朋友是不知道 可是你那時候有受傷嗎 稍微 因為大家一直叫我泰國人 應該會受傷 對啊 但是台灣也一定有 對啊 哪個國家都有 我們的小孩也是混血 一看名字就會先被欺負吧 你的姓怎麼是我兩個字 你爸爸不會講中文喔 這樣 一定有 這個每個國家一定有的 所以養在哪裡其實沒什麼差 反正都會有這種問題 很幸運的話沒有遇到 我們在日本生活的時候 沒有遇到被欺負嘛 但是這個是很幸運而已 有些台灣人是就在日本 滿正被欺負 然後我小時候是剛好有遇到而已 但是別的小朋友 就說不定沒有 我們的小朋友也不知道 這個唯一有可能的解決方式 就是把小朋友的心變得很強重 給他很多很多的愛 然後就是告訴他你是很棒的喜歡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家庭的環境很重要 對 好難喔 真的 已經快到中年的我也有時候會被欺負 小朋友的話更多 而且我們的小朋友的時代是滿恢望 那真的不行 小朋友沒有善惡 小朋友沒有善惡的關聯 他只是覺得這樣很好笑這樣很好玩 所以這部分也其實需要教 可是你教你也教不到別人的小孩 對 你只能教自己的小孩 那個 你知道最近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好像是高雄某一個飯店 然後禁止下載TikTok的人進入 哦 那下載TikTok人就不能進來店裡吃飯 有這種這種方式 在台灣養小孩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家庭的環境 台灣比較好這樣而已 家庭上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小朋友長大以後是還不知道 可是我們的工作的關係 應該繼續在台灣養小孩吧 如果小朋友國中大學 他就想留學的話 我們也蠻願意去留學 然後他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但是國小幼稚園是養在台灣吧 嗯 目前的決定是這樣 就這樣說 夕陽 對啊 他人都下山了 我們也要看夕陽 那下次見囉 你們也要記得按讚、訂閱、開銷鈴鐺 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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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